空气污染可能引发的健康问题跟抽烟危害健康一样严重 英国一些国会议员呼吁政府禁止在高污染地区建设学校 医院和护理中心 认为这有助减少因二氧化氮和污染危害健康甚至导致死亡的情况 伦敦这间教室内气愤欢愉 但往窗外一看 路上交通繁忙 加剧了空气污染 一些车辆还可能排出有害气体 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表示 英国每年有大约2万9千个死亡案例是因人为的污染所导致 委员会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包括在校内安装空气过滤系统并在全国设立类似伦敦市中心的减少碳排放区 委员会也鼓励公众少用汽车多走路或骑脚踏车以减少污染危害人体健康